好的,经过了上次第一面的做法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做第一层 那第一层我通常会建议一面加一层一起做 那如何做这个东西呢 第一个,跟之前上次的原理是一样的 你要确定一下你的颜色 这一面是白色,对不对 这一面是绿色的 所以呢,这一颗以后这一面是白色的 这一面以后是绿色面 我拿一颗来让你们做比较一下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 有没有,这一面以后会变成这一面 那绿色面,我们看一下 蓝色面,这一面以后会变这一面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橘色面你看 然后绿色面 还有一个红色面 那这一面以后会变成这一面 因为中心点是白色以后 做起来是白色的嘛 蓝色面以后会变蓝色面 所以我们先做这一块 我们先做这个十字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这个十字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十字什么颜色 白色跟蓝色 白色跟橘色 白色跟绿色跟白色跟红色 这个跟它旁边的颜色中心点 颜色是一样的 好,所以呢 我们先做这个是蓝色跟白色 我们把移到这边来 OK,我们先移上来 这是第一颗 好,那你看我们动的时候 这个中间就移动到这个 我们先校对回来原来的位置 仔细看哦 好,这样子对了 接下来呢 右边这一颗 右边这一颗是橘色跟白色 所以我们看一下橘色跟白色在哪里 橘色跟白色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我们一样 把它移到这一颗的右边 好,这样一上来 这样是白色跟蓝色 橘色跟蓝色 我们再对一下第二层 好,这样才是对的 好,接下来第三颗 绿色跟白色 绿色跟白色 好,等一下 绿色跟白色 把绿色跟白色在这里 把移到这里来 好,接下来第四颗 在这里 这个是白色跟蓝色 白色跟蓝色 白色跟蓝色 我们刚才做过了 我们把第二层要归位一下 白色跟蓝色 白色跟橘色 白色跟绿色 还有可是白色跟红色 对不对 我们找一下白色跟红色在哪里 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把它移过来 好 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会先做好一个十字 我们先对好第二层 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颜色就已经固定住了 这一颗 这颗已经做好了 翻了一个面 这一颗可以做好了 翻一个面 这可以做好了 再翻一个面 这一颗可以做好 好 这时候剩下的就是四个边角 四个边角 一二三四 那这个四个边角 其实很好判断 你看橘色面跟蓝色面 这是橘色面 未来这一面是橘色面 跟未来这边是蓝色面 所以它的角角 这一颗一定是白色 橘色跟蓝色 我们看一下这颗 就是这颗 这颗要把白色 橘色蓝色放上去 我们看一下白色橘色蓝色在哪里 在这里 然后因为你如果之前已经熟悉了低层的转法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顺利的转上来 可以看一下 好 这是白色橘色蓝色 就接起来了 接下来呢 一样 橘色面跟绿色面 就是这个橘色面跟绿色面 可以看一下 橘色面跟绿色面 所以这颗是橘色面 绿色面跟白色 我们把这颗放上来 在这里 看一下在 在哪边 在这里 好 移上来 好 这时候也接起来了 OK 然后接下来呢 第三颗 红色面 绿色面跟白色面 我们找一下红色 绿色 白色 在这里 这一颗 把它移上来 好 最后一个 蓝色面跟红色面 移到这边来 好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低层做好 这样不知道大家了解了吗 那其实呢 我们呢 就是这个的低层的做法 如果你要一次做好 底面加低层的做法 就是你先做这个十字 做完这个十字 把四个角接上去 这样你会把十字做出来 那你可以先去参 如果你刚开始不熟悉颜色的话 你可以先去拿一颗完整的参考一下 你看这个颜色 它的颜色是固定的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颜色 你需要什么颜色 记得 如果你还不熟悉的时候 每动一次十字的时候 你记得要对齐第二层 你这样子的颜色才不会 顺序才不会跑掉 因为它这个的颜色 是跟着第二层的颜色跑的 你看 这个是蓝色 绿色跟白色 红色跟白色 还是有顺序型的 如果这边放成橘色 白色跟橘色就会错误了 所以它是固定型的 OK 你可以先做一个试试看 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 那接下来呢 下一个影片 我再介绍第二层怎么做 我把每个影片拆开来 这样比较好 方便你们学习 好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我们下次见 再见了